从个人的世界观为发想 艺术家表达当下的心情创作 目前心盈明治市政中心展出 林昆明老师雕塑展 林昆明老师出生于心盈 为台南在地优秀的雕塑艺术创作者 是第五届男影奖得主 三十余年持续不屑的创作耕耘 至今得奖武术 成果非凡 其创作题材广泛 有写实 动物 现代造型 宗教 浮雕等 对这条路做 医事这条路的自己的 并不是先解决的 我自我的催促 督促自己 要怎样走 就是留一件作品 能够以后 在好几代以后 还在 后代主持人还在肯定你的东西 所以我常常在讲 一个学医师的人 不管是文学音乐也好 都是一个历史代言者 他大致一个世界观也好 宇宙观也好 小致你个人的世界 内心的世界 我的心情比较悠闷也好 我思念也好 从这些当下的心情感受 去创作出你的作品出来 记录出你的作品出来 所以意识作品这是 为什么叫有意识品跟意识的差别 林坤明老师近几年的作品 有写实风格 扩展至抽象表现 智力打造虚实相应的视觉美感 副禅意的作品 呈现出细腻的情感 与思想阐述 传递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本次展出了在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精雕细琢的作品 欢迎爱好雕塑的民众 历临参观 法界新闻 蔡孟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